讲到这里还有几点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第一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历来有这么一种传说 大鱼是北川人 前一段的512地震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我看到了在汶川镇塌的汇墟当中就有一尊大鱼巷 大鱼巷也被震荡 当然我相信这个大鱼巷马上就会在重建当中被重新树立起来 因为我相信灾区的人民也好 说处在新时代的中华民族也好 都还是需要大鱼的精神 需要它的象征意义和价值 第二要跟大家解释的就是这里讲的 称山王的王字 虽然不一定符合学术意义上的文字学的原理 但是我们民间老百姓对这个王字一直是有这个解释的 而我觉得解释的很好 所以应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王象征着什么呢 三横 我们现在还讲什么王 三横王 三横就是象征着天地人三才 那么中间这一树是什么呢 这一树就是道 也就是孔子讲的 那这个王字民间是这么解释的 许胜的说文解释解 王天下所归 换句话说 王应该代表着天地之间的大道 是人们的典范 这是在中国文化传统当中 对王的非常朴素的定义 不是这样的人 称不了王 你也许可以称霸 你有霸道 这个人很霸道 但是你没有王道 你得不到人民的拥护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三字经里面讲的下 三周三代 像后来的朝代一样 都是一个统一的一个国家 不是的啊 中国大一统治要到公元前221年 秦王朝统一中国 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当时 中华大地上 众多的小国家当中的一个 一直在一起